风言细品红楼 曹雪琴 红楼梦 成一本 第109回 后方魂武儿成错爱 完灭债 盈女反真缘 话说宝钗叫习人问出缘故 孔宝玉悲伤长期 便将黛玉临死的话 与习人假作闲谈 说是 人在世上有义有情 到了死后 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死后还是那样 活人虽有痴心 死的竟不知道 况且 林姑娘既说先去 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着物 哪里还肯混在世上呢 只是人自己疑心 所以招出些邪魔外遂来缠绕 宝钗虽是与习人说话 原是说给宝玉听的 习人会议 也说是 没有的事 若说林姑娘的魂灵还在园子里 我们也算相好 怎么没有梦见过一次呢 宝玉在外间听着 细细地想到 果然也奇 我知道林妹妹死了 哪一日不想几遍呢 怎么从没有梦见呢 想必她到天上去了 瞧我这凡夫俗子 不能交通神明 所以 梦都没有一个 我如今就在外间睡 或者 我从园里回来 也知道我的心呢 曾与我梦里一见呢 果必要问她 实在哪里去了 我也时常惦记她 若是果然不理我这着物 竟无一梦 我便也不想她了 如意已定 便说 我今夜就在外间睡 你们也不用管我 宝钗也不勉强她 只说 你不用胡思乱想 你没瞧见 太太因你园里去了 急得话都说不出来 你这会儿子还不保养身子 躺惑老太太知道了 又说我们不用心了 宝玉道 来这么说罢了 我坐一会儿子就进来 你也罚了 先睡吧 宝钗料她必进来的 假意说道 我睡了 叫习姑娘伺候你吧 宝玉听了 正合机遗 等宝钗睡下 她便叫习人设院 另设铺 放好一副被褥 常叫人进来 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 宝钗故意装睡 也是一夜不宁 那宝玉只当宝钗睡着了 便与习人道 你们各自睡吧 我又不伤感 你若不信 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 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 习人果然服侍她睡下 预备了茶水 关好了门 敬礼间去照应了一回 各自假妹 等着宝玉若有动静 再出来 宝玉见习人进去了 便将做羹的两个婆子 直到外头 她轻轻地坐起来 暗暗地住在了几具 方才睡下 起初再睡不着 以后把心一静 谁知竟睡着了 却倒是一夜安眠 直到天亮了 方才醒来 试了试眼睛 坐着想了一回 并无有梦 便叹口气道 正是悠悠生死 别惊眠 魂魄不曾来入梦 宝钗反是一夜没有睡着 听见宝玉在外边念叨这两句 便接口道 这话你说马撞了 若林妹妹在时 又该生气了 宝玉听了 自觉不好意思 只得起来 搭讪着敬礼间来 说道 我原要进来 不知怎么的一个盹 就打着了 宝钗道 你进来不进来 与我什么相干呢 其人也本没有睡 瞧见他们两个说话 急忙上前倒茶 只见老太太那边 打发小丫头来问 宝二爷 昨夜睡得安顿吗 若安顿 早早的 红二奶奶梳洗了 就过去吧 习人道 你去回老太太 说 宝玉昨夜很安顿 回来就过来 小丫头去了 宝钗连忙梳洗了 婴儿习人等跟着 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 便从王夫人那边 起至凤姐都让过了 扔到贾母处 见他母亲也过来了 大家问其宝玉 晚上好吗 宝钗便说 回去就睡了 没有什么 众人放心 又说些闲话 只见小丫头进来 说 二姑奶奶要回去了 听见说 孙姑爷那边人来 到大太太那里 说了些话 大太太 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 不必留了 让她去吧 如今二姑奶奶 在大太太那边哭呢 大约就过来 辞老太太 贾母众人听了 心中好不自在 都说 二姑娘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命里 遭着这样的人 一辈子不能出头 这可怎么好呢 说着 迎春进来 泪很满面 因是宝钗的好日子 只得寒真泪 辞了众人要回去 贾母知道她的苦处 也不便强流 只说道 你回去也罢了 但只不用伤心 碰着这样的人 也是没法的 过几天 我再打发人接你去吧 迎春道 老太太始终疼我 如今也疼不来了 可怜 我没有再来的时候了 说着眼泪直流 众人都劝道 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呢 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 要见面就难了 贾母等想起探春 不觉也大家落泪 为是宝钗的生日 只得转杯作喜说 这也不难 只要海江平静 那边亲家掉进京来 就见得着了 大家说 可不是这样吗 说着 迎春只得寒杯而别 大家送了出来 等回贾母那里 从早至木 又闹了一天 众人见贾母老法 各自散了 独有薛姨妈 辞了贾母 到宝钗那里说道 你哥哥是今年过了 只要等到黄恩大赦的时候 减了等才好赎罪 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 可怎么处呢 我想要给你二哥哥完婚 你想想好不好 宝钗道 妈妈是因为大哥哥娶了亲 吓怕了的 所以把二哥哥的事 也疑惑起来 据我说 很该办的 行姑娘是妈妈知道的 如今在这里也很苦 娶了家去 虽说咱们穷 究竟比她傍人门户 要好多着呢 薛姨妈道 你得便的时候 就去回名老太太 说我家没人 就要择日子了 老差道 妈妈只管和二哥哥商量 挑个好日子 过来和老太太太太说了 娶过去就完了一宗事 这里大太太 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呢 薛姨妈道 今日听见屎姑娘也就回去了 老太太心里 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 所以她住下了 我想 她也是不定 多早晚就走的人了 你们姐妹们 也多续几天话 老差道 正是呢 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 出来辞了众人 回去了 却说宝玉晚间归房 听想昨夜待玉 竟不入梦 或者她已经成仙 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拙人 也是有的 不然 就是我的事儿太急了 也未可知 便想了个主意 向宝钗说道 我昨夜偶然在外头睡着 似乎比在屋里睡得安稳些 今日起来 心里也觉着清静 我的意思 还要在外头睡两夜 只怕你们又来拦我 早差听了 明知早晨她嘴里念诗 自然是为待遇的事了 想来 她那个呆姓 是不能劝的 倒好叫她睡两夜 索性 自己死了心 也就罢了 旷间昨夜 听她睡得 倒也安静 便道 好没来由 你只管睡去 我们拦你做什么 但只别胡思乱想地 招出些邪魔外遂来就好 宝玉笑道 谁想什么 习人道 依我劝 二爷竟还是屋里睡吧 外边一时照应不到 招了凉到不好 宝玉为及答言 宝钗却向习人使了个眼色 习人会议道 也罢 叫个人跟着你吧 夜里好倒茶倒水的 宝玉便笑道 这么说 你就跟了我来 习人听了 倒没意思起来 灯石飞红了脸 一声也不言语 宝钗却素知习人稳重 便说道 他是跟惯了我的 还叫他跟着我吧 叫社院五儿 照料着也罢了 况且今日 他跟着我闹了一天 也罢了 该叫他歇歇了 宝玉只得笑着出来 宝钗因命社月 五儿 给宝玉 仍在外间铺设了 又嘱咐两个人 请睡些 要茶要水 都留点神 两个答应着 出来看见宝玉 端然坐在床上 闭目合掌 居然像个和尚一般 两个也不敢言语 只敢求着他笑 宝钗铲 宝钗又命席人出来照应 席人看见这一般 却也好笑 便轻轻地叫道 该睡了 怎么又打起坐来了 宝玉睁开眼 看见席人 便道 你们只管睡吧 我坐一坐就睡 席人道 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 闹得二奶奶一夜没睡 你再这么着 成什么事呢 宝玉料着自己不睡 都不肯睡 便收拾了睡下 其人又嘱咐了摄月等几句 才进去关门睡了 这里摄月五儿两个人 也收拾了被褥 伺候宝玉睡着 各自心下 那只宝玉 越要睡 越睡不着 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铺 突然想起那年 席人不在家时 秦玉摄月两个人服侍 夜间摄月出去 秦玉要吓他 因为没穿衣服 招了凉 后来 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 想到这里 一心移到秦玉身上去了 忽悠想起凤姐 说五儿给秦玉拖了个眼儿 应将想秦玉的心 又移在五儿身上 自己假装睡着 偷偷地在看那五儿 越瞧越像秦玉 不觉呆性复发 听了听里间 已无声息 知是睡了 但不知摄月睡了没有 便故意叫了两声 却不答应 五儿听见宝玉叫人 便问道 二爷要什么 宝玉道 我要述述口 五儿见摄月已睡 指得起来 重新捡了蜡花 倒了一盅茶来 一手托着树鱼 却因连忙来的 身上只穿着一件 桃红鳞子小偶 松松地挽着一个气 宝玉看时 居然是秦玉附生啊 忽悠想起秦玉说的 早知担了虚名 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 不觉呆呆地呆着 也不接茶 但五儿自从方官去后 也无心进来了 后来听说 凤姐叫她进来服侍宝玉 竟比宝玉盼她进来的心 还急呢 不想进来以后 见宝钗席人 一般尊贵稳重 看着心里实在静默 又见宝玉疯疯傻傻 不似先前的风质 又听见王夫人 为女孩子们和宝玉玩笑 都撵了 所以把那女儿的柔情 和素日的痴心 一概割起来了 怎奈这位呆爷 今晚把他当作情文 只管爱惜起来 那五儿 早已修得两颊红巢 又不敢大声说话 只得轻轻地说道 二眼 漱口啊 宝玉笑着 接了茶在手中 也不知道漱了没有 便笑嘻嘻地问道 你和情文姐姐好不是吗 五儿听了 摸不着头脑 便道 都是姐妹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宝玉又悄悄地问道 情文病重了 我看她去 不是你也去了吗 五儿微微笑着点头 宝玉道 你听见她说什么了没有 五儿摇着头道 没有 宝玉已经望神 便把五儿的手一拉 五儿急得红了脸 心里乱跳 便悄悄说道 二眼 有什么话只管说 别拉拉扯扯的 宝玉踩撒了手 说道 她和我说来着 早知担了个虚名 也就打正经主意了 你怎么没听见吗 五儿听了这话 明明是撩拨自己的意思 又不敢怎么样 便说道 那是她自己没脸 这也是我们女孩家说得的吗 宝玉 她就着急道 你怎么也是这么个道学先生 我看你长得和她一模一样 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 你怎么倒拿这些话来糟蹋她 此时 五儿心中 也不知宝玉是怎么的意思 便说道 夜深了 二夜睡吧 别尽管坐着 看招凉了 刚才奶奶和席人姐姐 怎么嘱咐来的 宝玉道 我不凉 说到这里 忽然想起 五儿没穿大衣裳 就怕她也像秦文似的招了凉 便问道 你为什么不穿上衣裳就过来呢 五儿道 爷叫得紧 哪里有紧着穿衣裳的空呢 要知道说这半天话 我也穿上了 宝玉听了 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林子棉袄 贴起来递给五儿 叫她披上 五儿只不肯接 说 二爷带着吧 我不凉 我凉 我有我的衣裳呢 说着 回到自己铺边 拉了一件长袄披上 又听了听 摄月睡得正浓 才慢慢地过来说 二爷今晚 不是要养神的吗 宝玉笑道 时告诉你吧 什么是养神 我倒是要御仙的意思 五儿听了 越发动了疑心 便问道 遇什么仙呢 宝玉道 你要知道 这话藏着呢 你挨着我来坐下 我告诉你 五儿红了脸 笑道 你在那里躺着 我怎么做呢 宝玉道 这个何妨 那年冷天 也是你晴文姐姐和 摄月姐姐玩 我怕冻着她 还把她揽在一个被窝里呢 这有什么 大凡一个人 总别酸文甲醋的才好 五儿听了 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 哪知 这位单爷 却是十心十意的话 五儿此时 走开不好 站着不好 坐下不好 到没了主意了 金拿眼一溜 拧着嘴儿笑道 你别浑说了 看人家听见 什么意思 愿不得人家说 你专在女孩身上 用功夫 你自己放着 二奶奶和席人姐姐 都是仙人似的 只爱和别人浑角 明儿再说这些话 我回了二奶奶 看你什么脸见人 正说着 只听外面咕咚一声 把两个人吓了一跳 李坚宝钗 咳嗽了一声 宝玉听见 连忙挪嘴儿 五儿也就茫茫的熄了灯 悄悄的躺下了 原来宝钗席人 因昨夜不曾睡 又兼日间劳伐了一天 所以睡去 都不曾听见他们说话 此时院中一响 猛然惊醒 听了听 也无动静 宝玉此时躺在床上 心里疑惑 莫非林妹妹来了 听见我和五儿说话 故意吓我们的 翻来覆去 胡思乱想 五经之后 才朦朦睡去 却说五儿被宝玉鬼混了半天 又见宝钗咳嗽 自己怀着鬼胎 生怕宝钗听见了 也是思前想后 一夜无眠 四日一早起来 见宝玉上次昏昏睡着 便轻轻地收拾了屋子 那时摄月已醒 便道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你难道一夜没睡吗 五儿听这话 又是摄月知道了的光景 便只是善笑 也不答言 一时 宝钗席人也都起来 开了门 见宝玉上睡 却也纳闷 怎么在外头 两夜 睡得到这么安稳呢 习宝玉醒来 见众人都起来了 自己连忙爬起 揉着眼睛 细想 昨夜就不曾梦见 可是仙帆路阁了 慢慢地下了床 又想昨夜五儿说的 宝钗席人 都是天仙一般 这话却也不错 便愣愣地求着宝钗 宝钗 见他发愣 虽知他为待遇之事 却也定不得梦不梦 只是求得自己倒不好意思的 便道 你昨夜可遇见仙了吗 宝玉听了 直到昨晚的话 宝钗听见了 笑着勉强说道 这是哪里的话 那五儿听了这句话 越发心虚起来 又不好说的 只得且看宝钗的光景 只见宝钗又笑着问五儿道 你听见二夜睡梦里和人说话来着吗 宝钗听了 自己坐不住 搭讪着走开了 五儿把脸飞红 指得含糊道 前半夜倒说了几句 我也没听真 什么单了虚名 又什么没打正经主意 我也不懂 劝着二夜睡了 后来我也睡了 不知二夜还说来着没有 宝钗低头一想 这话 明示未待遇了 但紧着叫她在外头 恐怕心斜了 招出些花妖柳怪来 况间她的旧病 原在姐妹上情重 只好设法将她的心意 挪移过来 然后能免无事 想到这里 不免面红而热起来 也就善善地 进房梳洗去了 且说贾母两日高兴 也吃多了些 这晚有些不受用 第二天便觉着胸口饱闷 鸳鸯等要回甲镇 贾母不叫言语 说 我这两日嘴馋些 吃多了点 我饿一顿就好了 您快别嚷嚷 于是鸳鸯等 并没有告诉人 这日晚间 宝玉回自己屋里 见宝钗 自贾母王夫人处 才请了晚安回来 宝玉想着早起之事 为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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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钗看他这样的 也晓得是没意思的光景 逼想着他是个痴情人 要治他的这个病 少不得人以痴情致志 想了想,便问宝玉道 你今夜还在外头睡去罢了 宝玉自觉没去,便道 里头外头都是一样的 宝钗抑郁在说,感觉爱难出口 习人道 爸呀,这倒是什么道理呢 我不信,睡得那么安顿 五儿听见这话,连忙接口道 二爷在外头睡,别的倒没有什么 只爱说梦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又不敢搏他的回 习人便道 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 看说梦话不说 您只管把二爷的铺盖 铺在里间就完了 宝钗听了也不作声 宝玉自己惭愧 哪里还有降嘴的份儿呢 便依着搬进来 一则宝玉抱歉,欲安宝钗之心 二则宝钗,同宝玉私玉成吉 不如稍事柔情,使得亲近 以为宜花接木之计 于是当晚习人果然挪出去 这宝玉不然是有意复经 那宝钗自然也无心俱克 从过门到今日 方才是已逆云香 幸运调畅 从此二五之经,妙和而宁 此事后话不提 且说次日宝玉宝钗同喜 宝玉梳洗了,先过贾母这边来 这里贾母应同宝玉 又想宝钗孝顺 忽然想起一件东西来 便叫鸳鸯拍了箱子 取出祖上所遗的一个汉玉绝 虽不及宝玉她那块玉石 挂在身上,却也稀罕 鸳鸯找出来 并与贾母便说道 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没见过的 老太太这些年还记得这样清楚 说是那一箱什么夹子里装着 我按着老太太的话 一拿就拿出来了 老太太这会子要拿出来做什么呢 贾母道 你哪里知道 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 老太爷唐我 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 亲手递给我的 还说这玉是汉石所配的东西 很贵重 你拿着就像见了我一样 我那时候还小 拿了来也不当什么 便撂在箱子里 到了这里 我看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 这算的什么 从没带过 一撂便撂了六十多年 接着见宝玉这样孝顺 她又丢了一块玉 故此想着拿出来给她 也像是祖上给我的意思 一时宝玉请了安 贾母便喜欢道 你过来 我给你件东西瞧瞧 宝玉走到床前 贾母便把那块汉玉 递给了宝玉 宝玉接过来一瞧 那玉有三寸方圆 形似甜瓜 色有红韵 甚是精致 宝玉口口称赞 贾母道 你爱吗 这是我祖爷爷给我的 我传了你吧 宝玉笑着 醒了个安谢了 又拿了 要送给她母亲瞧瞧 贾母道 你太太瞧了 告诉你老子 又说疼儿子 不如疼孙子了 他们从没见过的 宝玉笑着去了 宝钗等又说了几句话 也辞了出来 自此 贾母两日不进饮食 胸口仍是棚闷 觉得头晕 目眩 咳嗽 行王二夫人 凤杰等请安 见贾母精神上好 不过叫人告诉贾政 立刻来请了安 贾政出来 急请大夫看麦 不多一时 大夫来诊了麦 说是有年纪的人 停了些饮食 感冒些风寒 略消道发赞些就好了 开了方子 贾政看了 知识寻常药品 令人兼好尽福 以后贾政 早晚进来请安 一连三日 不见烧简 贾政又命贾连 打听好大夫 快去请来 瞧老太太的病 咱们家 常请的几个大夫 我瞧着不怎么好 所以叫你去 贾连 想了一想 说道 记得那年 宝兄弟病的时候 倒是请了一个 不行医的来 瞧了好了的 如今不如找他吧 贾政说 医道 却是极难的 越是不心识的大夫 要越有本领 你就打发人 去找来吧 贾连 急忙答应去了 回来说道 这刘大夫 新进出城 教书去了 过十来天 进城一次 这时等不得 又请了一位 也就来了 贾政听了 只得等着 不提 且说贾母病时 和宅女眷 无日不来请安 一日 众人都在那里 只见 看园内妖门的老婆子 进来回说 园里的 龙翠安的庙师傅 知道老太太病了 特来请安 众人道 她不常过来 今儿特来 你们快请进来吧 凤姐走到床前 回了贾母 又烟 是妙玉的旧乡室 先走出去接她 只见妙玉 头戴妙长冠 身上穿一件 月白素丑耳 外照一件 水田青段 香边长背心 拴着秋香色的丝笛 腰下 细一条淡墨化的白鳞裙 手指尘尾面珠 跟着一个侍儿 飘飘熠熠的走了来 又烟见了问好 说是 在园内住的时候 可以常来瞧瞧你 近来 因为园内人少 一个人轻易的难出来 况且咱们这里的妖门 常关着 所以这些日子不得见你 竟然幸会 妙玉道 头里你们是热闹场中 你们虽在外园里住 我也不便常来亲近 如今知道这里的事情 也不太好 又听说是老太太病着 又惦记着你 还要瞧瞧宝姑娘 我哪管你们关不关 我要来就来 我不来 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呢 又烟笑道 你还是这种脾气 一面说着 一到贾母房中 众人见了 都问了好 妙玉走到贾母床前问候 说了几句套话 贾母便道 你是个女屠萨 你瞧瞧我的病 可好得了好不了呢 妙玉道 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 瘦数正有呢 一时感冒 吃几铁药 想来也就好了 有年纪的人 只要宽心些 贾母道 我倒不为这些 我是个极爱寻快乐的 如今这病也不觉怎着 只是凶格宝闷 刚才大夫说是气脑所致 你是知道的 谁敢给我气瘦啊 这不是那大夫 耐力平常吗 我和莲儿说了 还是头一个大夫说 感冒伤时说的事 女儿还请她来 说着 叫鸳鸯 吩咐厨房里 办一桌竞速菜 来请妙师傅 这里便饭 妙玉道 我吃过午饭了 我是不吃东西的 王夫人道 不吃也罢 咱多坐会儿 说些闲话吧 妙玉道 我久已不见你们 今日来瞧瞧 又说了一回话 便要走 回头见习春站着 便问道 四姑娘为什么这样瘦啊 不要只管爱话 劳了心了 习春道 我久已不化了 如今住的房屋 不比园里的显亮 所以没信口化 妙玉道 你如今住在哪所 习春道 就是你才来的那个门 东边的屋子 你要来很近 妙玉道 我高兴的时候来瞧你 习春等说着送了出去 回过身来 听见丫头们回说 大夫在贾母那边呢 众人暂且暂去 那君贾母这病 一日重一日 言依调治不孝 以后又添了腹泻 贾正着急了 知病难医 急命人到衙门告假 日夜 同王夫人亲事汤药 一日 见贾母略尽些饮食 心里稍宽 只见老婆子 在门外探头 王夫人叫彩云探去 问问是谁 彩云探了 是陪盈春到孙家去的人 便道 你来做什么 婆子道 我来了半日 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 我又不敢冒状 我心里又急 彩云道 你急什么 又是姑爷坐见姑娘不成吗 婆子道 姑娘不好了 切儿闹了一场 姑娘哭了一夜 昨日谈堵住了 他们又不请大夫 今日更厉害了 彩云道 老太太病着呢 别大惊小怪的 王夫人在内已听见了 同老太太听见不受用 忙叫彩云带她外头说去 起之贾母病中心静 偏偏听见了 便道 您丫头 要死了吗 王夫人便道 没有 婆子们不知轻重 说是这两日有些病 恐不能救好 到这里问大夫 贾母道 瞧我的大夫就好 快请了去 王夫人便叫彩云 叫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 那婆子去了 这里 贾母便悲伤起来 说是 我三个孙女 一个想进了府死了 三丫头远嫁 不得见面 您丫头虽苦 或者熬出来 不打量她 年轻轻的就要死了 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 活着做什么 王夫人鸳鸯等 劝了好半天 那时宝钗 李氏等不在房中 凤姐近来有病 王夫人恐贾母 生悲天病 便叫人叫了她们来陪着 自己回到房中 叫了彩云来埋怨 这婆子不懂事 以后我在老太太那里 你们有事不用来回 丫头们依命不言 岂知那婆子刚到刑夫人那里 外头的人已传进来 说 二姑奶奶死了 刑夫人听了 也便哭了一场 现今 她父亲不在家中 只得叫贾莲 快去瞧着 知贾母病重 众人都不敢回 可怜一位如花四月之女 竭离年雨 不料被孙家揉搓 以致身亡 又知贾母病毒 众人不便离开 竟容孙家草草完结 贾母病逝日增 只想着这些孙女 一时想起了香云 便打发人去瞧她 回来的人悄悄地找鸳鸯 引鸳鸯在老太太身旁 王夫人等都在那里 不便上去 到了后头 找了琥珀 告诉她道 老太太想使姑娘 叫我们去打听 哪里知道 使姑娘哭得了不得 说是姑爷得了抱病 大夫都瞧了 说这病只怕不能好 若是变了牢病 还可挨过四五年 所以使姑娘心里着急 又知道老太太病 只是不能过来请安 还叫我别在老太太 跟前提起来 躺和老太太问起来 务必托你们变个烦 回老太太才好 琥珀听了 咳了一声 也就不言语了 半日说道 你去吧 琥珀也不便回 心里打算告诉鸳鸯 叫她撒谎去 所以来到贾母床前 见贾母 神色大变 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 唧唧喳喳地说 瞧着是不好 也都不敢言语了 这里贾正 悄悄地叫贾连到身旁 向耳边说了几句话 贾连轻轻地答应 出去了 便传奇了 现在家里的一干人 说 老太太的事 再好出来了 您快快分头 派人办去 头一见 先请出版来瞧瞧 好挂李子 快到各处 将个人的衣服 量了尺寸 都开明了 便叫裁缝去做校医 那彭刚 执事都讲定了 厨房里 还该多派几个人 赖大等回道 二爷 这些事不用爷费心 我们早打算好了 只是这项银子在哪里领呢 贾连道 这宗银子不用外头去 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 刚才老爷的主意 只要办得好 我想外面也要好看 赖大等答应着 派人分头办去 贾连不回到自己房中 便问平儿 你奶奶今儿怎么样 平儿把嘴往里一挪 说 你瞧去 贾连静妹 见凤姐正要穿衣 一时动不得 暂且靠在炕桌上 贾连道 你只怕养不住了 老太太的事 今儿明儿就要出来了 你还拖得过吗 快叫人将屋里收拾收拾 就要扎针上去了 若有了事 你我还能回来吗 凤姐道 咱这里还有什么收拾的 不过就是这点子东西 还怕什么呢 你先去吧 看老爷叫你 我换件衣裳就来 贾连回到贾母房中 向贾正悄悄地回到 诸事已交派明白了 贾正点头 外面又报 太医来了 贾连接入 又枕了一回 大夫出来 悄悄地告诉贾连 老太太的脉气不好 防着些 贾连会议 与王夫人等说之 王夫人急忙使眼色 叫鸳鸯过来 叫她把老太太这装裹衣服 预备出来 鸳鸯自去料理 贾母睁眼要茶喝 行夫人便浸了一杯生汤 贾母刚用嘴接着喝 便道 不要这个 到一盅茶来我喝 众人不敢围傲 急忙送上来 一口喝了 海药 又喝了一口 便说 我要坐起来 贾正等到 老太太要什么只管说 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 贾母道 我喝了口水 心里好心儿了 略靠着和你们说说话 珍珠等用手轻轻地扶起 看见贾母 这会儿的精神好了些 为之生死 向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